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后面有十五个水桶 里面的五个是有水的 游戏过程当中 王牌女郎沸沸也将用 vivo 蔡斯联合研发的 X60系列手机 随时抓拍 记录游戏的精彩瞬间 每一组正式开始之前 还会有一个小的热身互动 互相提问 对方必须反话来回答 第一组 腾哥 贝比 请 下面进入在线教育品牌 高途课堂 脑力PK时刻 如果贾琳姐和玛丽掉水里 你会先救谁 你别分了 反话可以 请给出你的名 先救贾琳 终于是我了 到时候把这个反话环节 给剪掉 那你觉得我跟杨幂谁好看 五 一个比一个难看 但是一定要选一个 三 你 反话啊 反话啊 杨幂 杨幂太漂亮了 杨幂只要一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都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太美了 但就是不服人下台阶 下一轮 《花花》和蒋鑫 你认为 有多少观众看王牌是为了你呢 好狠啊 好狠啊 哎呀 这个 那真的是 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我 都是冲着沈腾跟贾琳去的 就连假话都不提小童一嘴吗 就连假话都不提小童一嘴吗 对不起了 妹妹 我们家族就这样 习惯了 习惯了 请问蒋鑫老师 您跟王子文的关系怎么样 王子文来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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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 子文不接受她的拥抱 不接受 接下来要对阵的双方是 两位小头 小头 对小头 你觉得你是顶流吗 我真是糊得一塌糊涂呀 又没细拍也上不了热搜 还被华华嫌弃 这个还气真的 那你觉得三十而已和二十不惑 哪个好看呀 你不用管我跟她是什么关系 你只要知道我对你是真的就行了 你记住 是我甩的你 大叔 为你那惹是生非的弟弟充分散证不嫌难 唯独回家到我这儿 最好一滩死水 凭什么呀 你说 你都站我跟前了 那肯定是二十不惑 太好看了 收视都比我们三十而已高好多 小头跟我一样 爱自诩其辱 下一轮要面对面的是 小颂和大盘 你猜我们俩差几岁呀 差几岁 开始提问 挨个儿评价一下 王牌家族的综艺感 王牌家族很团结 第一句反话就说出了我们的团魂 完了完了爆料了 腾哥 太不好笑了 老师说一些烂梗 这是实话 不省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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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 林姐呢就是 怕踩到哪个雷了 稍微避一避 林姐就是 也太不好笑了 根本配不上刘德华老师 然后花花歌 一到高音就破 对 人也不爱摆造型 是 然后也没才华 发歌也发得太快了 这个在点上 还有点称怪呀 小童姐呢就是 根本没有这个人 小童是谁 跳舞蹈不好 然后学动作特别慢 你怎么着 然后 不爱吃 管得住嘴 我甚至认为可以了 那就开始正式回答三个问题的那个 谁回答不出来 就要去拉水桶 好 作为时代少年团第八个成员 请说出另外几个的名字 说三个 说三个 完了 想送 想张 想吴 选个桶吧 宋张吴 吴 全名四 三 你连宋雅轩都说不出来了吗 第一个问题 时代少年团对不起 一号 二号没有水 一号 二号没有水 你怎么知道 她晃悠了 刚刚蒋熙还说 一号 二号没有 我观察过 蒋熙挖的坑啊 蒋熙 我都是信了你的话 坦哥 现在一号没水了 能不能这把扳回来啊 我这个少女第二个 请你说出 应堂少女 三块糖的名字 三块糖是什么 刚刚蒋熙挖的英雅 杨超越 不是啊 不是啊 吴 印堂少女 印堂少女 三零三 谢谢西琳娜一动 邀请 你还杨超越 你没说吴倩怜你 几号啊 你九号 阿珠 三 阿珠 三 二 二 小心啊 一 来 漂亮 这是我的妈呀 漂亮 现在拿藤哥了 我的洞察力 这真的只有五个有水吗 不会每个都有吧 还剩三个啦 不得不说 我替我们四小花旦 感谢你们俩 谢谢 提醒一下大潘 后面人玩的时候 重新蓄水换顺序 你们太讨厌了一态 一比一 来 一比一 我知识盲曲已经都过去了 真的吗 那你最近在微博吃了谁的瓜 三个人的瓜 来 三 三个 五 三个人的瓜 你起早贪黑刷的 那些微博都刷哪去了 那个 那是毛小彤 张小斐 贾玲 那你们 你说剩下那三桶水在哪里 又不能验证 可以验证啊 你验证 要是错了就错了 我验证 你验证 好 那就七号 二号 二七 小斐姐刚才说哪个是没水来着 五号 十三号 七号 二号 十三号 那几个有水 二七十三 来 从二开始 不识数 来 二可能真的有水 小斐 二可能真的有水 小斐啊 小斐姐刚才说哪个性格 二号 五号 三号 二号 一号 三号 二号 二号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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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号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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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可能吊一個瓜 我的媽呀 好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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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十三 抗哥 這個你自己來 還是讓béBY來 不會了 騰哥 小青姐刚才说哪个杯水 五号 十三号 赢了 贝比赢了 不得不说 还是蒋兴姐的洞察力比较好 蒋兴姐刚刚说十三号没有水 行 那我输了 真要灌水啊 换桶了 漂亮 那让腾哥下点弄衣服吧 买了把摊的 来 给腾哥来点掌声 不容易不容易 接下来贾琳和王子文 来 说出我在春晚上的三个小品 五 四 三 今年春晚你演了一个小品 名字 一 时间到 但真的好难 子文我就不说哪个是空的了 可以说 春晚了她不选 我不敢了 几号啊 四号啊 十四号的 鲸泯 这一系列GM 上发的 今次 dzings 中文一游戏 在翅中文 太准了吧 一共就五个 肯定是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 我们都像零零雨 这也太容易做了吧 我就严重怀疑是不是只有五个 就五个放了水 我们有顶级位的 就是观众是可以看得到的 怎么样 向贾玲提问 我们在座的四个女演员 演技排位 宝贝 马耀彤 掌心 我呢 你费上榜 我还是你 对吧 对吧 节目效果 节目效果 这些喜剧演员呢 贾玲提问 双出花花的三首歌 一首歌 鹿 锯鹿 五 那个 齐锅 齐天 五 那个 那个什么来着 那个 三 逗牛 二 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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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歌 针鼓 云 吹着阳光 赶上远方 吹着阳光 赶上远方